那爸爸这边我们想要先跟你简单问一下说 昨天您有po一篇贴文 那内容主要是讲到说 就是有一名医生的吹哨子有提供给你资讯 那是不是也认为说就是好像有点名说 希望市长以及润秋局长可以出来 表示说用你的证据以及数据 向你说明过程之间的真相 那这部分可不可以把情报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对基本上根据这名医师吹哨子有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其实说时间点都对得起来 4月17号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天 在这一天新北市政府内部已经完成了 他们内部的行政调查报告 直到恩恩这件事情的确是眼目就一 那所以你看消防局的情报中李卓恩 告诉我4月17号消防局收回了 卫生局的派对权限自己在九楼成立防御 那新北市卫生局也同令辖下各大医院的院长 在第一时间不能拒绝收治病患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第一个卫生局在4月14号当下时空 他们既然没办法掌控他们新北市 辖下的各大区域的责任医院 收治病患能量的 然后他们第一时间也没办法有效沟通 能让我们去就医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敢拿出卫生局跟医院的 很像是通联的通话录音或者是通话记录 或是相关的报告 他们都不敢拿出来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一定在连接医院过程也发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总结来说卫生局失联五十几分钟 再加上卫生局跟医院的很像联系也出了问题 导致说他们极力要掩盖这一块最关键的清楚 在这一块关键清楚他们现在是完全白烂装饰不肯给我 那会觉得说就是我看到您的贴文最后一句有提到说 就是因为其实你想要这份资料 其实也讲了很久很久了 那么新北市府那边一再的就是已经现在几乎都是不正面回应了 你会认为说其实他们针对这件事情处理的非常的不OK吗 是其实你从许副局长里面的讯纪就可以知道说 在4月14、4月15或16、17 在当那几天其实确诊者送医的比例是60% 你再回头去检视当下时空环境大概都是平均360、400的 这一天其实整个新北市确诊者需要送医的比例只有25位病患的 所以你去想像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项局内有280、90个人 加上区域内的卫生所 你有700个人力 700个人力你去分配到29个区域 你竟然没办法应对当天这20多名病患的确诊的就医的需求 我就问了为什么中和卫生所到卫生局里面要让我们早五十几分钟找到了 这整个比例加上人次换算起来整个数据比例都很不对劲 一定有很重大的疏失在 所以早日说你们卫生局卫生所极力要掩盖你们这一块的部分 我简单用这样的数据我都可以分析出你们发生很大的问题 重大的行政缺失 你们为什么只能总是说一个月的大家都很忙 忙在哪里 把卫生所卫生局上面出评记录监视影带 还有你接案的电话的内容这些东西记录全部摊开来告诉大家 你们到底接了多少个数量吗 我实在很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讲的大家都很忙 这个理由一个月这样可以拖了过去 我不懂 会不会认为说他们一直用谎言来一直去掩盖这些真相 是 可以从我5月30号站出来 我需要这81分钟真相 到这一路下来 不管是消防局卫生局新北市政府 一路遇到一个谎就用更大的谎再去包装 那当被吹套的戳破之后再用更大的谎来包装 到现在是他们说谎已经说到说不下去就是怎样完全盖盘 反正你耐我 用掌握了巨大的公权力来对付我一个小老百姓 我实在是不懂好好的认错说明道歉有这么的困难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